亚洲房地产投资的规划和融资 涉及政府和私营企业合作 这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上是非常关键 普鲁奇先生从他的营商之道 以及时任科学员主席的经验 讨论房地产市场的机遇 发展科研的要诀同样适用在融资和规划当中 这是一个公共业与公共业 在这些情况下,资金是一个问题 有些资金是由政府的资金 但公司也会资金的资金 一般的努力是资金的资金 发展科研的技术 中文化是一带的国家 它是一种重要的对抗产 而在香港我们是为了以下来的 企业的资金 为建设与的建设呢 成立广和建设计的 会员的公共产 目前是一个公共产生的 企业的公司 有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来的大传播剧场上来的跨运动 2005个人都在货币公司 会 非常感激烈的执行 优优独播剧场上来自学生过程 的支持现在我们øre荡仁慧 自义剧场上 Anybody WHO 公司都会一切因香港 但他们可以致肯定到新鲜 刘客人参与多. 这是一个因素的多次观勿活动 他們可以在一起, 所以他們可以在外面的技術 提供技術上的開放 他們可以在其中的解決方法 更加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他們會把歷史進行的方法 和過去的歷史 香港人們是一種很大的 在技術上的技術 很多公司在科技術上 都在外面的活動 很多公司在科技術上 都在科技術上 現在的技術上 在各地的地方 標誌著香港的海濱 對於一帶一路的城市規劃者 以及普露奇先生來說都有其分量 作為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他分享發展願景 倡議及監察工作 我們有73km的海濱 這是我們責任的責任 我們的過去 現代和未來 都在海濱和海濱 我們身為我們的責任責任 我們的責任責任 我們是一個資產 困難的資料 我們是在學生裡面 我們也會在香港 這就是責任責任 最新的資料 您可以進行 英國的資料 獲得 責任責任 海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